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用的正行形纸边长15厘米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角对折 展开 然后翻到这一面 把两个边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端把它挤压到一起 形成一个正方形 旋转一下开口朝下 把下面两侧的边折向中间的指数线 上面的角往下折一下 展开 第一层纸拉上来 左右两侧按照刚才的折寒往里收 上面压成一个尖角 形成这样 翻到背面 这一面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左右两侧往里折 展开 第一层纸拉开 左右两侧往里收 上面压成一个尖角 扯到上面去 把这个角放下来 后面的角也放下去 这个角往下折一下 展开 对这个角做一下沉折 使它下沉到里面 沉折的方法就是 先把它展开 稍微展开 把外面这一圈的折寒都捏起来 然后中间的部分压下去 这时候左右两侧往里挤压一下 下沉到下面 这样沉折就完成了 我们找一下沉折的这个顶点 里面这个顶点 把下面的这个角往上折 然后左右两侧往里折 然后其他的三个面都一样 我们先翻到背面 再把上面两层纸并到一起 后面的两层纸并到一起 转一下这一面 再转一下这一面 然后把它分开 转开 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看这个斜线 后面的纸也需要压一下 我们翻到背面 这样斜着 把它往里折一下 四个面都一样 这时候这个纸纸是弯曲的 不是平的 好 翻到这一面 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圣诞之星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这个频道 给大家订阅